张九凉 差不多得了 是的 行了 甭化了 我们赢了 张九凉 下面第一回合 诗情画意 游戏诗情画意 看图猜诗词 以一句古诗词为题 双方各派一名队员 以图画的方式 展现这句诗词 另外两名队员负责猜题 先猜对的一方得分 本游戏分为三轮比赛 其实赢了输了也无所谓 主要是想听一听 大家对诗词的知道的程度 画得好不好 猜得快不快 这个下门给大家分一下组 好好好 张九南这方 杨九郎 李浩元 这不必胜组吗 必胜组 输了 完来 还有你们存在的重要性吗 对方张九龄 周九良 张慧文 你们看明白了吗 谁跟谁一组 我们已经得胜了 小妹给她们对了 为什么 为什么 不要乱 现在我们小妹 已经和你们打成一片了 咱们也摸一摸 你们是什么脾气 什么饼性 在游戏当中 是不是帮助我们张小妹 你们仨比吧 你们她就结婚你了 我们去喝山楂品 那你们分一下 谁是画的 谁是猜的 你想画的话 这得挺累的 我觉得有点费劲 对 那就让她画 我画 可以 咱俩猜 好不好 她的眼睛里只有黑 你给我撒开 好 好 好 白天不懂张九南的黑 你们队我已经派出人了 张九南 你这个更合适一点 这老话说狗拉扒脸吧 那就由我们董老师 可以出题了 好吧 来 两位请看 这是我们的朝序宝典 您的诗是这一句 这可以啊 你得画出来 没问题了 放心吧 多腿的 真的假的 好 好 没问题 来 再看您的诗 懂 懂 没问题 给你拿本字典吧 不用不用 都不认识 都不认识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咱跑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安全 好 再刷 三 二 一 开始 加油 干嘛呢你这 别人挖头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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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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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哥 起来点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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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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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没事吧 哥 起来点 当小姐 比赛不能胡闹 好不好 没问题 这什么呀 鸟啊 鸟啊 鸟 三鸟 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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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管管 我还有没有队友 我这诗就差一笔 我就能表述明白了 你们画完没画完 我们还没画上呢 哥 马上就画完了 哥 哦 这个 四鸟 五鸟 五鸟 一行白路上青天 两句 两句 两个黄梨鸣碎柳 一行白路上青天 对了 哦 宝贝 行了 甭化了 我们赢了 张九霖 差不多得了 是的 行了 甭化了 我们赢了 张九霖 我这行了 这要谁不明白 真的 他都没上过学 啊 有 有人收藏吗 这个对 没关系 再给你最机会 现在就看他这个图 如果你们要能猜对 你们算一比一 好不好 好 现在瞧嘛 小桥流水人家 小桥流水人家 投一句 小桥流水人家 鼓道西红兽马 那也不对啊 不对 一二三四什么 什么意思啊 他画了一个动物 你们看那个动物是什么 第一句 投一句 你那 你那是鸡啊 这都不明白吗 第一句 第一句 说出来就一比一了 他画了一个动物 第一句 投一句 苏腾老树荤鸭 小桥流水人家 你这怎么一二三四什么意思啊 树 什么 阿朗 树 头一个是枯 二一个是疼 眼边有皱纹是老 树 小桥流水吗 我画了多少个 好好好 好 好 我今儿可以算一比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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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